中國卻依然違法超標 持續超量兩枚 身為百分之百的國營事業 施法犯法實在不應該 台中市政府別無選擇 必須依法行政 所以我們宣布 廢止中國兩部機組操作聚合等 1月27日 已經超過了台中市政府 商美管制自治條例規定 1,104萬公頓 本市環保局經過兩次經查 分別除以300萬元和600萬元的罰款 並且限期改善 結果環保局在前天 也就是12月23日 第三度的機場 發現中國仍然繼續超量燃煤 三度違規情節重大 台中市政府管制條例 這部法律已經在105年1月份通過生效 有四年的緩衝期 中國卻依然違法超標 持續超量燃煤 身為百分之百的國營事業 施法犯法實在不應該 為了確實執法 也為了維護民眾的健康和權益 台中市政府別無選擇 必須依法行政 所以我們宣布 廢止中國兩部機組操作一部證 中國超標就是超標 違法就是違法 如果台中市政府不止法 就變成我們在高屁 我們違法